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要用麵條做福建的滷麵 準備生麵條500克蝦缸 花葛 香菇五花肉胡蘿蔔等 把香菇切片也可以用乾香菇 切好換盤子裡 胡蘿蔔先切片再切絲 切好換盤子裡 白菜切小塊 五花肉切薄片 切好換碗裡 蔥切蔥花 香菜切小段 薑切片 薑切片 蒜苗改刀切斷 全部切好換盤子裡 鍋刷熱倒入食用油 然後倒入五花肉煮炒 炒出五花肉的一些油脂 放入蒜苗梗薑片 蔥白八角炒香 再倒入蝦肝煸炒 放入香菇胡蘿蔔絲翻炒 炒出他們的香味 然後倒入一大碗清水 然後倒入一大碗清水 用高湯最好 倒入花隔煮 水開換入蒜麵條 把它翻拌均勻 再進行調料 倒入兩勺生抽 鹽 蝦油 蝦油能使湯更鮮香 再放入洗好的海粒 也可以放其他的海鮮 用筷子攪拌均勻 用筷子攪拌均勻 放入白菜煮熟 然後調入雞精 料酒 最後放入蒜苗葉 蔥花香菜 放半均勻即可出鍋 不見滷麵做好了 湯鮮料煮營養美味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吃了三四年都不膩 喜歡你也試試吧 三四年都不膩 小心 一 told 三六年都不膩 不見滑浮 一聽失望 五年都不膩 可是一聽氣 肯定是不膩 這樣 你讓我清理一下 一聽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